李承炫 确实是好老公 为了家庭淡出娱乐圈整整五年 直到去年因为一首 那叫什么玩意儿 《天上飞》是吧 直接就火了 那个《天上飞》的第一句 就暴露了李承炫 这五年的心情 根本完不住啊 掌声欢迎李承炫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承炫 我感觉应该挺多人不熟悉我对吧 没想到还这么热情 果然是浩克山东啊 确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大家都叫我七位老公 因为七位比较红嘛 去年我参加节目之后 大家说七位老公也开始红了 然后叫我 红七公 没想到 外国人也会讲谐音梗 其实脱口秀呢 我看的挺多的 但自己讲是第一次 有一点紧张 我不知道 看得出来不 还要用中文 我一开始就跟导演说 这个我真的来不了 但导演说 反正我们要亲七位老公 你来不来都行 当时我就被说服了 很多人都好奇 我的中文是怎么练的 其实 我就是多跟七位聊天 刚认识的时候 我就每一天给他打电话 打四五个小时 他说中文 我说英文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 共同语言 现在 我们只要不在一起 每天还要打一个小时电话 一天不打 心里空唠唠的 没办法 中文 真是学武至今啊 除了做聊天 平时还会给他 制造一些小惊喜 有一次他生日 他出门工作去了 我就在金纸上写 Happy Birthday 我爱你 我还怕他不喜欢 我还用了他最喜欢的口红 他回来看到 骂了我一顿 用了他最喜欢的方言 你个呱呱子 其实我们也会吵架 很多夫妻吵架 通常是不了了之 怕像感情嘛 但我不这样 我觉得夫妻吵架 一定要把事情说明白 双方反而不会有抱怨 所以我们吵架 我一定要当天battle清楚 否则我睡不着 真的睡不着 睡客厅太难受了 当然我们不会什么事都吵架 比如我们就没有因为过年的事情吵我家 从来没有说今年去你家呀 明明去我家 因为我都是住他家 他妈妈也特别喜欢我 因为我打麻将老输给他 一开始是不会打金像输 偶尔赢一点 后来 我终于学会了 就再也没有赢过 不改 有人说 我为家庭做了很大的牺牲 其实也没有输多少了 大家都知道 有一段时间 我是在家带我女儿Lucky的 带了有五年吧 从欧巴变成奶爸 压力肯定有 但也还好 我去幼儿园开家乡会 大家都挺喜欢我 经常会跟你去妈妈姥姥围成一圈 手牵手做游戏 老师还特别热情 说 来Lucky爸爸 举手 晃动 一起来 其实 今天 有这样的 通过视频 不在现场 是有一点 有那个距离感 我觉得 朋友们 跟我一起举手 晃动 你们体会到 我当时的尴尬了吗 其实我不觉得 男人在家 带孩子有什么不妥 这只是一个 家庭的风格不同 谁做什么不重要 互相理解 是最重要的 这么多年 七位一直非常理解我 她说是因为 我爸家里照顾得很好 他才能安心 在外面工作 他说出这句话 我也能继续安心 大麻将了 开玩笑了 其实那几年 我有做生意了 七位是成都人嘛 他也非常爱吃串串 我就开了几家串串店 生意也非常好 七位来了 都要派对 我就跟七位说 老婆 我再开一家 专门给你吃 看得出来 我是正当过老板的 灰花饼 豆花老婆饼了 去年 哥哥那个节目组 来找我的时候 我还犹豫要不要去 他说你一定要去 早日复共复产 他还亲自帮我选歌 选了那首天上飞 表演效果也很好 网友们也很喜欢 说我是斯文败类啊 还说 终于体验到了七位的快乐 我想说 七位的快乐 你们根本想象不到 你们只是看过我唱歌 你们都没有看过我 拖地呢 现在我的工作也做起来了 但我不会借那种 长时间在外的工作 我还是想多一点 陪伴他们 现在我二宝爷很快就出来了 真的很期待 每天一下班 我就急着回家 朋友刚想 叫我 他皮就吃嘎了 一转身 我忍就不见了 怎么说呢 不 根本拉不住 谢谢大家 我请李将炫 不光每个人都能说五分钟出口秀 百过人都能说五分钟出口秀 讲得很好啊 我们把那个李承炫这样幸福的榜样往后放 其实因为前面调侃了很多我们公司婚姻不幸啥的 再次强调啊 那个只是我们个人的原因 还是希望大家勇敢地走入爱情 这个我的祝福你们爱听不听吧 就是 但我们公司还是有那个很幸福的 大家还记得吧 脱口秀大会上 哎 你们 刘培玥 记得